欢迎身体妈咪TV 今天很厉害 在我身边有有阴谋的郑芝成 我今天没有阴谋是她 是你 Hello 你好 我真的很想我这样去开场白来形容你 因为其实你给大家的形象都是很多样的 也是靓声王 一个电台DJ 有配音配白很多东西都是很出色 但与此同时在电视机器萤幕上看到你 又很奸的 其实这个是不是你原先希望发展到去 你说得非常好 其实这个完全不是我希望所做的东西 原先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工程师 工程师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我爸爸 我爸爸去到工程 但是因为他读完工程之后打仗 所以起不了我 他从未试过读完之后是可以学义自用 所以我身为儿子的 通常就是 就是理想的 知道爸爸这件事之后 可以继承他 是的 继承副业 你读我读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工程的材料 我基本上都没有这些成绩入到那个位置 后来就选择做设计 所以如果你说 我一生人当中最副牌的一件事就是希望 可以成为工程师做不到 都做到设计师 但结果我现在所做的 完全是两件事 之前跟你谈过或者见过一些访问 都明白 其实你是 首先你在温哥华那边 多伦多 多伦多那边就是做DJ 那做一做是一个机缘巧合 就能回来香港 那其实 为何不一直去做DJ呢 为何不 你明白吗 为何无端端会走出去拍电视 拍电视剧 这个很后期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去拍电视剧 我从来没想过做电视相关的工作 是 就算 因为我说了一会就说 我从设计设计开始 设计出来 做了好几年的设计 后来做到传唱设计 但是 都似乎没有很大的兴趣 后来想回一会才知道 为何我这么不足 或者没那么大没足感 原来我根本就不是设计的材料 但只不过我在选择科目去设计的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 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的研究 那你群得多 你自己都沾上一些设计的食物 以为你自己有 那你还要排除万难 你跟家人 你知道家人介绍你做什么事 或者比较有用的设计 心里中是找到食物 但是结果被我争取到 读完出来才知道自己不是这件事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沮丧 在沮丧的过程里面 你也继续要走一路 你怎样做一生都是这样的 没理由在沮丧的路过 我说发觉我自己从小到头大的兴趣就是 听话 小朋友我们有零用钱 对于某些小朋友来说 可能去买模型、买玩具 对于我来说就是买Cassette袋 我们那个年来说 和买黑鸠场有多长时间 那存在存在呢 有成四、五箱 那一年那时 四、五箱星期时撑那些紫箱的赤架 大大画画可能很几百整的 我们这些零用钱也很多 不是,我存在很久 因为我饭都不吃 就去买黑鸠场面 所以存在那么多 我突然觉得我看着很浪费 然后我妈说 搬屋你也都扔掉了 不是吧 搬屋扔掉了 我说怎么有这么多位置 我这样想 不如可以找个地方 可以把这些善用的资源 嗯 那我留在天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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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